大家好我是Paul 周路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这个概念你当然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们讲的躺平 其实在去年的年中 就有一个BBC的报道 他就稍微用英文的角度来 翻译跟解释一下躺平是什么 我觉得不错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多学一点英文 标题就是 China's new Tangping 就躺平 Trend 就潮流 Aims to highlight Pressures of work culture 所以 这躺平的潮流就是目的要来 要来让我们看得清楚 要highlight它 又把这个东西来放在阳光下 要highlight这一个 强调这一个 工作文化里面的压力 OK 所以他给你看一个小图 躺平就这个概念 然后 他把躺平呢 做了一个翻译 就叫Lying Flat 是非常正确的翻译 因为我们在英文的这个世界里 我们这个躺下 常常会被以为是Lay Down 可是 不是 OK 应该是Lay Down Lay Down是过去式 OK 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这个 那我就不是很想再讲一次 要是想听了我以后再讲 我们不要讲得太密集 我都没记错 我们在一两周前才曾经把这个整理过一次 所以这个Lay Down是过去式 OK 所以你现在要人家躺平的话 你对着人家说 你现在躺平 你不应该对着他说 Lay Down 你应该对他说 Lie Down 才是对的 那我们再多补一下 如果你要人家躺平是脸朝上的话 你当然可以说Lie Down 然后Face Up 是脸朝上 不过也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就是 他要你Lay Down的部分是躺在你的背上 什么叫躺背上 就用你的背来接触地面 所以Lie Down on your back 就等于是Lie Down Face Up 同样的概念 OK 所以Lie Down on your back 这样子 那如果要你趴下怎么说 那你的背是接触地面的 趴着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肚子接触地面 你可能会想胸也有啊 腿也有啊 不要想那么多 总之他们就是说 用你的肚子接触地面 所以他会说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K 所以这个就是 把back跟stomach来替换 也就是躺下跟趴下的分别 Lie Down on your back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就可以 OK 那你那边说Face Down 可以 Lie Down Face Down 讲两次Down怪怪的 大概是 好 所以这个补充一下下 所以躺平 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讲的躺平是脸朝上就是 但这里并不需要强调是on your back 就是 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出题的部分 Young people in China Exhausted by a culture of hard work With seemingly little reward are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a lifestyle change by lying flat 我又想起来前几个礼拜 一个下面的留言的朋友给我的建议 就叫我念快的一次 慢的一次 我们慢了一次念一次 所以在中国的年轻人 Young people in China Exhausted by a culture of hard work With seemingly little reward are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a lifestyle change by lying flat 动词要抓得出来 所以这些年轻人 正在highlight后面这件事情 就一个躺平的需求 他们正在highlight躺平的需求 什么样的年轻人呢 就是被努力工作的这个文化 给搞得心疲力尽的年轻人 所以这里这个exhausted 并不是动词 我常跟同学强调 抓主是动词的重要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如果想说 Young people in China Exhausted 那整年轻人 然后弄疲劳 一件什么事情不对 他们本身被搞到很疲劳 So young people in China who are exhausted by a culture of hard work 然后hard work 还没什么回报 with seemingly little reward 他们正在highlight着一个需求 躺平的需求 生活模式改变躺平的需求 好 所以这里可以 来 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下一段 The new trend known as 躺平 is described as an antidote to society's pressures to find jobs and perform well while working long shifts 好 再慢慢地读一次 所以这个新的trend 动词在后面 就是被描绘为什么东西 所以the new trend known as 躺平 is described 被描述成 as an antidote 这个antidote 就解药的意思 所以社会上现在有个毒 就期待你努力 期待你成功 但是这个东西 像是个毒药一样 我们被它折腾得跟什么一样 所以躺平就是一个解药 是一个 antidote to什么呢 to社会的压力 Society's pressure 这pressure要你干嘛 来找工作 以及做得好 to find jobs and perform well 而同一时间 还需要做很长的班表 while working long shifts 所以shift这个字 很常看到 它一般来说 有像移动之类的 叫shift 可是你上班的班 也就叫做shift 像我们常说 morning shift afternoon shift night shifts 甚至有那种 大野班叫graveyard shift 因为好像是守墓园的人一样 所以这个词叫做大野班 很酷的一个有趣的变化 alright 好 所以 然后呢 中国又有一个正在缩小的一个labor market 就是劳动市场正在缩小 年轻人呢 又要做更多的工作了 alright 然后 我觉得这边也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要看 来这里 可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网友说的 躺平是一个 是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选择 行动 Lying flat is my wise movement 好 所以 然后他后面补充了 Only by lying down Can humans become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他用了一个好哲学的方式 说这件事情 唯有躺下 人类才能变成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什么叫做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一个这个 在definition上 这边的字典里面写着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measure叫做测量 所有事情的测量方式 人类是所有事情的测量方式 难道不是吗 我以前的概念 所以这个哲学家就是说 Protagoras 那 以前啊 会有一个用神来当测量一切事情的方式 就用人来当批判 对不起 用神来当评断事情的标准 所以以前古时代大概是这样 或者用一些不会改变的 那个道德标准来衡量事情 所以我们如果用道德标准衡量事情 那现在的很多像什么什么邓家华拍黑片 我们就会说 哦那个不对 拍黑片不道德 所以这是不行的 所以那就是你对他的行为的measure 可是 这个事情已经变了 因为 这个哲学家说的就是 人类 人才是 一切事物的测量 所以今天要是 大家觉得他去拍黑片 没什么了不起 人身中留下一些有趣的回忆 那也OK 所以道德我们就可以丢一遍 神也可以丢一遍 所以这个Protagoras 他所主张的就是 所以是 Human being Rather than God or an unchanging moral law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value 所以人才是最终的价值的来源 所以这就来说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中文也有啦 中文翻译成 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 哇你看真有哲学感有没有 OK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所以回来我们刚刚这个文章 他说 唯有躺平了 人才能够成为万物的尺度 OK Only by lying down Can humans become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还不错 OK 好 然后所以他就说 这个comment就跑到了微宝上 跑到其他不同的平台上 这样子 所以这个字很快就变成了一个buzzword buzzword就是一个潮流字 就是 OK 好 然后躺平 他这里说了一下下 他背后的idea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从这边再多学一点字 So the idea behind躺平 他背后的 我们先把它念完 躺平是什么呢 这个hyphen介绍给你 Not overworking Being content with more attainable achievements and allowing time to unwind has been praised by many and inspired numerous means It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spiritual movement 所以idea behind躺平 也就是不会过度的劳力 Not overworking overwork就做超过 Being content with more attainable achievements 所以这个content 就是对事情感到满足 content是内容 就是这个字有两个发音 打出来给你看 这个字 它既可以表达内容 我们叫content 例如说一本书的目录 目录里面就内容目录 对不对 它就叫table of content 所以content发音 内容 content是满足 OK 不要把他跟satisfy搞错了 我觉得满足就是那种 我记得好像以前 吴宗献闹过一个这样的新闻 就是他说什么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有忧郁症的人 都是因为生活不满足 我们不扯这个 anyway 好啦 content 所以回来这边 我们这边就先不管了 Being content with 所以你对一些能够 达得成的目标 然后你就感到满足了 所以这边你用小幸运去翻 它大概都不为过 所以你在工作中 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或这些的 所以Being content with more attainable achievement 所以attain这个字 就是达到的这样子 我们把这两个字补充一下 所以有一个英文字叫 attain 就是下面这个字 还有一个字叫obtain 它的分别大概是 attain有reach的感觉 ok 而obtain没有reach的感觉 它就只是get 这样子 ok get 所以你说你得到了大学学位 你会用什么字来说 可以用obtain 或者用 obtain吗 答案是都可以 看你要怎么去看待它 看你怎么看待它 你如果觉得大学学历是一个 很努力才抓到的东西 你用obtain我不怪你 可是你如果说 哇我就得到学历了 我就读完四年了 那你用obtain 我觉得也是行的 其实ok好 所以attainable 能够达得成的这个achievement 好 cool 然后呢 你还允许了一些时间 来让自己unwind 所以这不是unwind的 这里的wind是上发条的概念 把发条选紧叫做wind ok 所以unwind就是把那个发条给放松掉 所以我记得 我们也讲过这个字 我非常有印象 我在说要是你去度假 你说我现在要去度假 我要去relax 这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英文 但你也可以不要用relax这个字 你可以说我现在要去度假 我现在要去unwind 很不错 ok 我要打电话给你 这个Jennifer你在干嘛 I am relaxing on the beach 可以 可以你也可以说 但你也可以说 hey I am unwinding on the beach 也ok ok unwind 所以unwind这个字还不错 所以允许时间来让自己unwind 所以这个东西被很多人称赞 has been praised by many 以及inspire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谜音 inspired numerous memes 甚至被描述为一个精神上的运动 这个spiritual movement 如果你在西方一想到的话 你可能会想到的东西就是 例如说的嬉皮时代 他们的抽大麻 或者是雪鱼家这些的 他们就认为那个概念叫做spiritual movement 所以他把这个躺拼当成是 比喻为了当年的嬉皮的雪鱼家 或者是想一些这种new age的东西 这样子 alright 好 所以下面又说了 你把这个履历送出去 就好像在海里大海捞针一样 fishing for a needle in the ocean 他真的把用大海捞针翻出来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好工作 OK You're beaten up by society and just want a more relaxed life Lying flat is not waiting to die I still work but just don't overstretch 对这个人说 所以我们都被社会打败了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生活而已 所以躺平呢 不是在等死 is not waiting to die 还是工作 但只是不会 overstretch我自己 好 可以 alright 好 其实到这里大概就OK了 后面讲的是类似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再多看一个好了 这里有一个词叫work ethic 我想要特别看一下 所以work ethic there we go 好 所以在这边说了 甚至有另外一个词 所以他说 讲到一个东西叫做上文化 所以他的翻译就sang上文化 OK 那还是得翻译一下 所以quite literally 他用字来翻的话就是doomsday culture 这doomsday就是那种末日这样 好 所以 你就会把这个 上文化他怎么去解释他 他就说了 reduced work ethic a lack of self-motivation and an apathetic demeanor 这年轻人现在对事情的视角 所以比较低的这个work ethic work ethic怎么翻呢 ethic有时候翻译成伦理 但这里真的不能翻成工作伦理 我们一般把work ethic认为是 我就是老老实实 上班下班都准时打卡 不迟到不早退 然后老板交代东西 我都好好做好 这就叫做你有很好的work ethic OK 因为我们讲中文的工作伦理 我觉得好像可能会被理解为 这个伦理 什么跟人之间的关系 你尊重前辈照顾后辈 好像伦理是不是那一方面 还是是我的误解 不一定 但这个work ethic主要是你对工作的态度 跟你怎么处理工作 你好好的做 好好的 刚刚讲的上下班老老实实的准时 之类的 然后给你的task 你都会好好的deliver 我们就觉得你是有很好的work ethic 像以前的姚明 打的都蛮努力的 所以黑人都觉得姚明的work ethic不错 这我有看到影片上有讲过这件事情 所以那现在年轻人 比较没有work ethic 大概是这样 OK 然后呢 也缺少了self-motivation 缺少了自己去激励自己 自己的动机 这样子 以及就是一个 apathetic demeanor demeanor就是你的心位举止 demeanor 那apathetic就是 对事情有点目不关心 所以 讲到年轻人 各种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是 这篇文章 躺平想要告诉我们 alright 好 我们讲到这里 大概差不多可以了 这是外国人来解释什么是躺平 好 所以再复习一下下 你不要跟人家说躺下 叫做lay down 如果你今天说 我昨天晚上回到家 就是有躺平的 那OK so yesterday when I came home as soon as I came home I lay down on my bed 这OK 因为你用的是过去式 lay down是对的 可是你如果要 现在叫人家躺下 你不可以说lay down 因为这个lay是过去式不是现在式 你现在叫人家躺下 必须用现在式 甚至是个70句 对不对 好 所以 lie down 才是躺下 lie down 所以他写躺平 lie in flat 是正确的用法 因为 lie这个现在式 加了ing就变成了 lie in lie in flat 那我们说了 躺着跟趴着 我应该把这个当成 影片的标题 yes 躺着趴着叫 lie down on your back 或者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K cool antidote 是解药 所以躺平是解药 可以 shift 刚讲的是工作的班表 所以graveyard shift 特别强调是大野班 OK 然后 这个万物衡量的标准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刚讲的这个哲学的这个话 我觉得很不错 你大概没有地方能用得上 其实 OK 但是欣赏一下这样的不错的英文 蛮好的 content这个字 可以表达内容 可以表达满足满意 所以 content是内容 content中音在后面 是满足 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生活 因为感到 就是 够了就好 不用拖 不用扫 够了就好 so we should be content with our lives be content 好 所以attain 然后跟obtain 这两个字不一样 attain比较有 到达的感觉 attain 所以 goal这个字 goal 目标 我们说达成目标 对不对 所以goal前面是不会有obtain 你用obtain一个goal 我听起来会像是 你的人生现在不知道想干嘛 然后你 然后你想到了一个要干嘛 那听起来像是你obtain了一个goal 你知道吗 反正就不对了 obtain不会接 goal前面不会用obtain当动词 可是可以用attain 因为你可以reach一个goal 达成那个目标 so you can certainly attain a goal but you cannot obtain a goal 好 听懂意思就好 所以attainable achievement 是能够达成的目标 酷 unwind 刚刚讲了好几次 讲了好久 所以你除了 不要只会用relax 你就可以用unwind来说 你要来放松 你要来把你的发条放松 可以 work ethic 讲的是工作伦理 但强调的是你的 对工作的尊重 不迟到不早退 然后工作都能做好 即使时间内完成 deadline之前完成这些的 你就会有很好的work ethic 说现在年轻人work ethic不好 然后对事情冷漠 apathetic demeanor demeanor是行为举止 可以 复习到这里OK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